大家好 你能看出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一个铁锈的水 这里面其实我也是 我儿子他们就是 在一个像这个science 一个课上面 他有一个道具 然后那个有一个铁 一个铁的头铁钉类 类似的那样的东西 放在这个水里就生锈了 生锈了他们就 就泡上水然后就在那玩 后来我就想 不是也看了不少帖子 说这个铁锈的水 对这个植物还是蛮好的 所以我就把它用来 浇花这就被我拿 然后这个铁锈水呢你泡出来 它就是这么黄的 当然它的这个浓度就是一定要 控制就是宁少 雾烂应该是这个原则 我一般就是大概 大概各八月 然后施肥的时候啊 我就再加一点这个铁锈水 到那个水里面 就是稀释一下 按照这个现在这个 我也说不清楚 到底就是你说要多少 大概反正你就 一定是不要多 按照目前像这个情况呢 我可能这一瓶 大概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有两百 有没有两百毫升 大概两百毫升的样子吧 我大概可能分个三四次 来放哈 三四次 倒到那个水里 然后把可以浇 家里所有的植物 因为我觉得我发现之后 这么弄了之后 反正我觉得我的植物 是没有什么变坏的迹象 我觉得它们都长得蛮好 所以我就觉得 应该也是有用的 有人说这个铁锈啊 什么用化学我也不懂 有人说是三氧化二铁啊 或者是什么游离的 什么铁离子啊 什么的 所以有人说这个不行啊 有人说行 但是我用了之后 至少对我家的植物 我觉得是没有伤害的哈 特别是我觉得这个 我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竹鱼哈 我觉得它长到 真的是非常好 我觉得应该是得益于这些 云氧比较均衡哈 然后你看我那个 这个 春雨啊什么的 我觉得都也长得很好哈 当然像这个龟背竹哈 原来给大家看过 我也都是这么弄的哈 我觉得至少 反正是对它们 是没有伤害的 所以也可以推荐给你试试看 还有我的富贵竹哈 就很多人 很多帖子也都说了这个 给大家看看我的富贵竹 这个富贵竹也是 你可以放一个小铁钉哈 进去哈 然后因为它有铁离子啊 会出来 会有一些锈啊 反正我这个 这两只是长得蛮好的 旁边有一只 还生了一个小只 我至少觉得 反正这个方法 就是对这些植物 反正没有坏处啊 所以我觉得 如果您是 养花的新手哈 我觉得可以建议您试试看 因为这个东西 来的很容易哈 拿铁钉啊 或者是什么生 生锈的 我看有的人说 是生锈的这个桶啊 什么的 泡了水之后 你把它 在你浇肥的时候 把它兑一些 进去哈 用来浇花 是反正是挺有效果的 我觉得你看 我这个龟尾竹 我觉得确实是长势很好哈 然后这个竹鱼啊 什么的我觉得都很好 所以把这个方式推荐给您 嗯 一定记住这个原则哈 就是 宁少 勿烂哈 一定不要过头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哦对 还有一个 就上一期哈 我给大家说这个玫瑰啊 千叉啊 这个简直千叉哈 该怎么样 我问了有线下的 我的一个朋友哈 他说他的玫瑰 这个千叉 都都长得蛮好 他的诀窍就是说 在你千叉的头一个星期哈 早晚都浇水 你甭管那个水 那个他那个千叉的那个盆呢 是干没干 都必须要浇水 我觉得我可能这一步做的比较差一点 可能浇水不够哈 因为我是看他盆土比较湿 所以我也没浇水 但是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呢 可能就是说 在前期的时候 前一个星期或十来天 你是要每天都要浇水哈 这个是必要的 那好我也把这个经验分享给您 您回去也试试看 好 就在这里咯 祝大家开心